頭條區塊一連串的新聞 帶您關心 國際關注中共活體摘除器官 盜賣賺取暴力的最新情況 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越來越廣的在西方社會受到關注 但以來看到11月7日 德國國際源泉協會 在杜塞爾多夫市舉行了記者會 呼籲德國媒體和民眾 關注中國源泉問題 尤其是中共活體摘除 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我們在德國記者吳松的現場報導 德國國際人權協會 在聯合國擁有觀察員身份 多年來一直關注在中國發生的 種種侵犯人權的罪行 這次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 他們進一步的呼籲德國民眾 關心那些在中共黨代會上 不會被提及的話題 重要的問題像拘捕 重要的問題像拘捕 的政治性和民眾群 重要的問題像 網絡的避免 旅程度和民眾群 德國國際人權協會理事 吳曼陽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上也指出 如果中共的一黨專制不敢 那麼無論是反腐敗 環保還是其他人權問題 都是沒有希望得到根本解決的 它是一個破壞道德的政黨 所以不能對它基於任何幻想與希望 這是我們要告訴德國政府的 還有就是德國政府 特別是德國總理也好 德國的國會也好 一定要公開譴責中共的那些反人類的罪行 公開的去批評他們 不要怕 中共最殘忍的反人類罪行 莫過於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了 來自美國的法輪功發言人張兒平先生 今天給與會的記者們 播放了一段名為為器官而被殺害的錄像 在錄像中 醫學界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 揭示了活摘器官的罪行 是針對法輪功學員的 各國政要也在錄像裡紛紛譴責這一罪行 並要求本國政府阻止這樣的事情繼續存在 在隨後的討論會中 張兒平先生向在場記者列舉了大量有關中共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詳實的證據 這是在德國或者在歐洲 投一次一個大型的人權組織 公開討論對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 在中國出現這種大規模的活摘器官這種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反人類的罪行 而且是突破了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底線 所以任何一個正常的 有良知的有良心的一個人都不能沉默 因為這是一個不僅是對一個人 某一個人某一個團體的犯罪 是整個對所有人類的一個犯罪 德國國際人權協會理事吳曼陽先生 在會上還透露 德國國會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已經聽取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 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表態 我希望他哪一天會明白這個事情 而鼓起勇氣勇敢地站出來 更好的是從其他民主國家的政府一起站出來 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把這個反人類的罪行機制 新唐人記者我們從德國報導